10. 明報 金正恩向中國老兵致敬對華示好 2015年7月27日中國A16. 明報專訊 朝鮮、北韓 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前日在一個公開演講中 罕見地向1950年代參加韓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兵表達崇高敬意 有內地傳媒分析,金正恩此舉示在對華式放積極信號 而他9月初是否到北京出席中國為抗戰勝利70週年舉辦的閱兵典禮 更引人注目,據官方新華社下屬新華國際客戶端引述朝中社昨日報道 金正恩上週六25日在平壤舉行的第四次老兵大會上發表演講時 向中國人民志願軍老兵表達崇高敬意 9月是否赴京閱兵城焦點7月27日是韓戰停戰紀念日 朝鮮稱為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日 金正恩說,在此之制舉行老兵大會時向世人展現 朝鮮反帝鬥爭勝利的慶祝大會 他對取得抗日戰爭和朝鮮解放戰爭勝利的參戰者表示最高敬意和慰民 向致力於實現朝鮮人民的自由獨立與東方和平,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流血犧牲,幫助朝鮮進行正義革命戰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兵表達崇高敬意 1950年爆發的韓戰,在聯合國軍等六人村後 中國先後派出數十萬志願軍協助朝鮮 但朝鮮官方在歷史記載及紀念活動中,卻顯有提及志願軍 金正恩至2012年掌權以來,押金尚未訪華 中朝關係亦陷入低潮 接著,押金尚未訪華 正恩展口 進行第一期的 押金尚未訪華 今朝鮮集中,早期遇到